Hello大家好,我是田田,欢迎收看我的桌游频道 开年的第一款中等重度得失桌游来咯 巴塞罗纳设计师的新作《风雨花香》 此作将游戏的背景放到了荷兰的郁金香花田 游戏里面的轮盘行动选取机制是此作的亮点 多路线发展也让这款游戏充满着思考的魅力 目前游戏正在新物级上进行众筹 那么我们先开箱看看这款游戏到底怎么样吧 本期内容由新物级亲情推荐查最全桌游底价 就上新物级桌游库 好,那我们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游戏里面 到底都有一些什么配件 《风雨花香》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美术风格呢 色彩感觉非常鲜艳啊 然后我拿到的应该只是一个样品啊 一个简体的规则书和简体的单人模式 然后繁体的规则书和繁体的单人模式啊 我觉得这又是一款需要定制3D打赢收纳的游戏 跟巴塞罗纳一样啊 它配件好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这些呢是我们玩家的行动板 它是有模拟这个风车的这个形式啊 就是转的时候呢 我们按照这个箭头来选取这两个行动二选一 然后这些片呢 应该就是可以对行动做一些升级啊 获取了之后呢 就可以卡到这个上面 对这些行动来进行升级 这种带加号的呢 放上去应该就是这两边 这两种行动都能够同时执行啊 是用更强力的一个升级片 这个轮盘呢是我们的一个行动选取 然后这些呢是玩家的主要面板啊 而这个玩家面板呢主要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郁金香花田啊 我们种下去了之后呢能够获得对应的奖励 然后按照你种的这个横数的这个数量能够获得分数啊 超级大的主板图啊 所以这个游戏是一款很占桌的游戏啊 它不仅你看它除了有这个主板图 然后每个玩家还有一个玩家面板 还有一个这个风车的面板 四个玩家玩 这个玩这个游戏真的要考虑有一个大桌子 然后我们的主板图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就是市场 然后还有郁金香花田 我们可以去修风车啊 修风车之后呢就可以执行 比如说把风车修在这里啊 就可以去执行这些周围的一些行动 这边就是放我们的这个订单牌的 然后放我们这个风车升级版呢 这是我们的轮次标记啊 游戏的配件呢是真的挺多的 然后这个游戏呢也比较复杂 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 到底该怎么玩吧 风雨花香是一款郁金香园丁们 通过种植鲜花 改良风车 本地贸易等等经营活动 获取丰厚利润的得势游戏 游戏设置 公共区域 打开游戏版图 将遮盖板块 轮盘强化板块 花田强化卡 郁金香囚禁 和工具指示物等token 分类放置在游戏版图旁 随即翻开两枚普通强化板块 一枚稀有强化板块 和一个独特强化板块 放置到地图的强化板块展示区 随即抽取三张花田强化卡 放置到地图花田强化卡展示区 拿出所有的对外贸易卡混洗形成排队 正面朝上放置到地图对外贸易区 将水闸标记放置在地图水闸轨道1的位置 将水位标记放置在水位轨道最左侧 玩家区域 从起始玩家开始 每名玩家拿取一个花田面板 一块随机的风车面板 红色服条对准初始指针 一张玩家提示卡 一个工具指示物 以及所有的风车和玩家标记 所有玩家将分数标记放置到分数轨5分的位置 在日立鬼最左侧放置一枚玩家标记 按照玩家顺位设置自己的初始荷兰顿 将所有的风车标记 放置在花田板块最左侧的风车槽位中 随机抽取玩家人数加1的花田初始强化卡 从末尾玩家开始选取自己的初始花田技能 插入到自己的花田板块上方最左侧的卡牌槽位中 剩余未被玩家选取的卡牌翻转到女王的愿望一面 设置在日立鬼道旁 作为本局游戏的公共目标 优先完成目标的玩家可以获得分数 同样从末尾玩家开始 逆时针轮流放置一枚玩家指示物 到市场区域中的一个 没有其他玩家选择过的区域空格中 如果是四人局 第四个选择的玩家则可以任意选择区域 注意还需要根据游戏人数 在市场中设置中立标记 按照游戏顺位 拿取自己的初始郁金香球镜 放置到花田板块的仓库区域 注意之后取得的玉金香球镜 都必须优先放置到仓库中 仓库填满则无法再获得球镜 如果游戏玩家少于四人 则还需拿取日历限制板 放置到两人和三人的区域 注意最右侧的奖励 永远不会被覆盖 做好准备 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游戏流程 风雨花香的回合流程比较简单 在玩家回合中总共会执行四个步骤 调整水闸 调整水位 转动轮盘 执行行动 一 调整水闸 水闸决定了风车的转速 也就是执行轮盘行动前 我们可以转动多少个轮盘 在这个阶段 玩家需要决定 是打开水闸 保持目前的转速 或者是关闭水闸 调整转速 转速最高为三 最低为一 保持现有转速 或者调低转速 玩家不会支付荷兰盾费用 但是调高转速 则需要按照图示区域 支付对应荷兰盾 并且获得分数 二 调整水位 根据调整后 目前水闸标记所处位置 调整水位 移动水位标记到对应格数 三 转动轮盘 风车左右两侧的转轮 会一起转动 玩家根据自己的 已调整的水闸转速 顺时针转动自己的左侧转轮 要严格按照目前的转速 来转动对应格数 转动风车后 根据箭头所指向的行动格 选择执行行动 注意 此阶段玩家可以选择 使用工具标记 来控制自己的转速 加一或减一 但是转速最高不能超过四 最低不能少于一 此阶段 当风车红色的服条 再次到达或越过红色箭头 玩家需将自己的日历标记 前进一格 进入下一个季节轮 并且可以从日历条下方 对应的奖励中选择一个执行 选择后 放置一枚遮挡标记 遮住奖励 其他玩家将无法再获取 四 执行行动 此阶段玩家需按照风车箭头 目前所指向的两个行动格中 选择一个来执行 注意后续的强化龙盘中 会获得带加号的强化能力 此能力能让玩家同时执行 双侧的行动效果 具体行动解释 降低水位 按照行动强度 下调水位标记 每下调一格 玩家可以按照移动前标记 所处位置上方 获得对应的荷兰盾或者是分数 注意水位不会低于0 强化轮盘 从游戏版图的强化轮盘展示区中 按照行动强度 选择强化轮盘 填充到自己的风车轮盘 任意一个行动格 来强化该格的行动 注意稀有强化轮盘和特殊强化轮盘 需要花费对应的费用 行动结束后 补充展示区 强化轮盘可以随意替缓 但不能放置到当前行动的轮盘行动格 获得花田强化卡 从花田强化卡展示区中选择一张卡牌 玩家可以选择插入花田上方的助手槽位 每回合使用一次其助手技能 或者是插入花田下方的合约槽位 使用其中局计分效果 助手槽位需要从左往右插入 并且立即获得对应的分数奖励 注意选择卡牌前 可以花费一块钱进行刷新 建造风车 选择自己花田中的一个风车标记 放置到版图中的风车区域 注意主版图中的风车路径 必须要与市场相邻 可以借助别人的风车向外扩张 但是玩家也必须支付 该地点对应的荷兰盾 以及距离市场最短路径上 每经过一个其他玩家的风车 对方就可以获得一分 修建风车后 玩家可以立即获得风车 锁处位置箭头指向的 所有行动奖励 玩家花田中 每一组风车都对应了 一种颜色的郁金香球 某一组风车全部建造完毕 则游戏终局时 该组风车对应颜色的郁金香球镜 可以根据种植数量来积分 种植郁金香球镜 从自己的仓库中选择一个郁金香球镜 种植到花田中 球镜每覆盖一个奖励格 就立即获得对应奖励 注意花田里每一行 每一列郁金香球镜 种满会获得终局分数 如果同时一行 种植了相同颜色的球镜 分数会更高 每一列如果有两个 或以上相同颜色的球镜 反而会扣五分 这里游戏参照 现实荷兰郁金香花田的景观 鼓励玩家种植时 同一行颜色相同 同一列颜色不同 访问市场 花费荷兰盾 执行对应次数的市场行动 也就是顺时针移动自己的市场标记 从锁到区域的市场奖励中选择执行 获得的奖励次数对应了此区域中行动标记的数量 注意市场每个区域最多可以放置三枚标记 如果区域已满 玩家需要跳过此区域移动 但是也可以支付一个荷兰盾给此区域任意玩家 以叠放在该玩家标记上方 但不会增加奖励次数 如果支付给中立标记 可以让中立标记移动任意一格 可以让中立标记移出空位 也可以让中立标记填补空位 增加奖励次数 对外贸易 从仓库中选择一个预金箱囚禁 放置在目前对外贸易卡牌中的一个空置的预金箱格 可以立刻获得该预金箱囚禁相连的两个对应奖励 如果贸易卡牌中已有预金箱囚禁 玩家也可以选择立刻拿取卡牌上其他所有的预金箱囚禁 并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到自己的仓库中 当卡牌上有四朵预金箱囚禁 领取奖励后船会开走 立即展示新的对外贸易卡牌 当有玩家的日历标记到达最后一个季节轮 游戏进入终局 不玩公平轮后 所有玩家再执行一个回合 游戏结束 游戏分数包括 主板图分数鬼分数 女王的愿望公共目标分数 玩家花田面板的合约分数 风车分数 以及淤金箱花田分数 分高的玩家获胜 OK以上就是游戏风雨花香的全部内容了 目前游戏正在新入境上正筹 对这款得势桌游感兴趣的朋友 不要忘了去关注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